詞曲 李宗盛 第一部分,活在神的愛和奇妙計畫之中 在神的愛 第二個部分,處理生命中所有問題 然後就可以接滿聖靈的果子和發揮生命 然後很多人覺得要釋放神好像很遠 覺得很多問題要處理,怎麼辦呢? 我就很簡單地寫出來 就是說要信起人去侍奉神 或者是我們自己被信起來侍奉神 其實不是很難的路 不是很難的路 這是我們常常活在神的愛中 神的相信神很愛我們 然後處理不同的問題 我會講到今天、明天我會講到處理不同的問題 你會發覺不是太難的 但很多人因為可能是沒有刻意地處理 就覺得今天發路 明天還是發路 永遠都是發路 人說什麼話不開心就發路 就覺得很難脫離這個 當我會分享這個過程 因為我在處理生命的時候 當我今天聖靈充滿之後 我深深地相信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任何負面都有破壞性 我看到我怎樣被神使用 剛才我們上午講到聖靈工作 我希望你們聽到都說 我很想被聖靈充滿 很想被神使用 我希望你會有這個回應 雖然你可能覺得現在還是很遠 但如果你牧師、師母帶領你們去操練 去愛慕神、為人禱告 你就慢慢可以進入的 但很重要就是說 首先我活在神的愛中享受神的愛 然後第二個部分 懂得怎樣處於生命 因為我進入聖靈之後 我深深地相信 從聖靈知道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所以我就很刻意地處理 其實這個處理是從儀器的經歷開始的 當時我聖靈充滿 我就打電話 跟一個人分享 我的經歷 整個經歷聖靈為人禱告 整個好 但這個人很不接受 他就發怒 我平時禱禱聖靈之後 每次禱禱都會經歷喜樂 之前都有喜樂 跟他分享他很發怒 他掛斷電話 然後 我打告 我就發覺沒有喜樂 我就覺得是要處理 聖靈就提醒我 是要處理 我就馬上再打電話給他 我不能道歉我分享 但我道歉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請你也要輸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我沒有說錯 我沒有說錯 我當然令你不開心請你也要輸 但他還是發怒 我就說 我已經處理了 我就放手 放手我就再有喜樂 神就提醒我 從此以後 任何負面的人 負面的話 負面的經歷 任何負面的東西都處理 這樣的話我就停留在平安喜樂 但很多人就覺得 發怒啊 不開心啊 說負面話 是預承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問你們 你們做工有沒有發怒呢 兒女不聽話有沒有發怒呢 丈夫自己有什麼不好有沒有發怒呢 這個很多基督徒信主 很多人都不會處理 但我因為在這個喜樂 我知道這個喜樂的寶貴 當我有什麼令我不開心 我就馬上處理 所以我就 神就給我一步一步的處理 我就發覺我的處理 能夠去到一個高的程度 任何負面我都處理 而且神也給我這個方法 我現在會分享一部分 明天再分享怎樣處理生命 我希望你會認真 很多人對神 他們喜歡對我經理 很舒服 很平安 很開心 剛才這個年輕人說 我今天舒服夠了 不需要了 就看到他 看中什麼就是很舒服 我就告訴他 我們看中這是神的作為 所以我們要尊重 要欣賞 要珍惜 我每一次 我也禱告有些人喜樂 我就說 我們一邊喜樂 但一邊尊重神 不要覺得好像我是癲狂 不是 是很輕鬆 但我是尊重神的 這是神的作為 所以我們的經歷都要看為是神的作為 就很感謝神 這個也是處理 就是看到任何負面都處理 然後就能夠 藉滿聖靈的果子和發揮生命 所以不是很難 有些人說 我很多問題 有罪啊 負面思想啊 人的影響啊 很多方面都有影響 現在我會講到一方面 怎樣處理生命 如果你能夠處理的話 就會發覺真的可以的 靠著耶穌是可以的 好了 處理生命中所有問題 第一點 總共有三個部分 剛才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有十點 這是第四點 不讓緣和環境破壞神完美的計畫 不讓這次臨死我們 我想問大家 其實我們很多不開心 是不是都是從人來的 你這位人發露有沒有 發露完之後 你會有什麼反應啊 不開心 不開心 是的 就整天不開心 就失去聖靈的充滿 明天又有明天的煩惱 明天又不開心 我就說 他有問題 為什麼我要不開心 你聽清楚 誰有問題啊 他發露 如果我有錯我就認錯 如果是他有錯 他犯罪 他發露 他發露 他犯罪 這是他的罪大 我要不要背著這個罪大 要不要 是不是要 他犯罪 他發露 是不是我需要不開心 失去聖靈的充滿 需要 不需要 但很多就是沒有想通知一點 很簡單的 垃圾要不要吃 別人的垃圾 是不是 他不好 我要不要接受 不需要 是不是 很簡單的 剛才我說這個人在電話發露 我已經說了 對不起 我令你不開心請你揚述 他還是發露 這是他的問題 是不是 還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 我是不是要繼續不開心 不需要 但為什麼人還是不能處理 為什麼 因為 第一 沒有刻意處理 沒有覺得 不開心是破壞 我想問你 不開心有破壞性嗎 肯定有破壞性 你每一天 我想問你 是不是差不多每一天都可能有人令你不開心 有沒有 要 那就每一天都不開心 能夠聖靈充滿嗎 不能夠 所以因為我經歷聖靈之後 神就令我醒過來 我的生命可以藉那麼多果子 你們也可以 每一個都可以 不需要我有什麼特別 任何人回應神 你現在經歷聖靈 你回應神處理生命 每天親近神 用長的時間 起碼半個小時 站著 愛慕神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你感受這個力量 容許祂搖動你 哈利路亞 你一邊愛神 感受到平安 你感謝神 你每一天保持 你必定不要了 又要被聖靈充滿 起碼半個小時 最好一個小時 兩個、三個 更長的時間 而且一邊做夢 一邊讚美酒 愛酒 哈利路亞 你就會被聖靈充滿 而且處理生命 你整個生命 就提升了 好了 人的問題 怎樣處理呢 第一 詩篇118篇6節 有 因為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們覺得 人說的話 好像很有權柄 他說的話 你沒有用 你真蠢 我們就覺得 他說的話 我必定要對抗 是不是 他說我蠢 我要證明 我不是蠢 他說我沒有用 我要證明 我沒有用 我想問你 我是不需要 必定證明 他說的話 是錯的 是不是 他說不好 我是不需要 有些我們可以 與他溝通 但是不是每個人說 你蠢 你都必定需要 與他對抗 不需要 與他對抗 後果是什麼呢 你說我不是蠢 越蠢 越蠢 更蠢 他就 越發怒 是不是 可能就吵架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不服氣 他說這個話 我必定要反抗 不服氣 但後果是什麼 誰受苦了 自己受苦 但 人為什麼沒有分辨這一點 大部分人都沒有分辨 為什麼 基本上是因為 沒有珍惜神的愛 沒有珍惜自己的聖靈 我之前聖靈 充滿之前 我都沒有留意到這一點 我聖靈充滿之後 就留意到 我被人影響 我就失去喜樂 我為什麼要失去喜樂 為什麼要失去喜樂 他不好 我需要失去喜樂嗎 不需要 這是他的問題 所以 人能把我怎麼樣 這一點請你 大家放在這裡 人能把我怎麼樣 他有全名嗎 沒有全名 他的話出於什麼呢 來源從哪裡來呢 他的話 從哪裡來的 從魔鬼 也從他的罪性情 是不是 所以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因為神幫助我 我跟總神 神必定幫助我 我必不懼 任何人的話 都不需要懼 而且人都是這樣的 雖然他有年輕 有力量的時候 都有一天 他要過去 所以 他的話 也要過去 以下書五十一章十二節 我要我又是 阿為你們的 你是誰 就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又變如草的世人 必死的人 我需要怕嗎 神是掌管一切的 誰掌管 我們的生命啊 神 我想問 是你的老闆掌管你的財子 你的錢的來源嗎 是你的老闆掌管嗎 不是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他 但我們要尊重他 我不是要懼怕他 我不是說你要得罪你的老闆 不是 但他說什麼話 不需要放在心上 當彼拉多審問耶穌的時候 他說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道我要錢餅 定你實際上 也要錢餅釋放你 耶穌怎樣回答 若不需從上頭賜給你 你斷沒有錢餅 怕我 耶穌完全不怕他 因為耶穌知道 是神容許他 他才能做 所以耶穌是充滿錢餅的 所以 逼死的人 我們需要怕嗎 不需要 我們需要介意逼死的人嗎 不需要 不需要 但人為什麼會介意呢 因為我們裡面沒有安全感 沒有深深的相信 我是很寶貴 我是很重要 我是萬王之王的兒女 我是極度寶貴 我有尊重的身份 但我不是驕傲 我是謙卑 但我不需要怕人 這個是希望我們都明白這一點 你看到人 從這是一個輪子開始 因為長大 但有一天他要老 他要死掉 都要過去 有些人他們很驕傲 你們聽過李小龍嗎 李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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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他自己很厲害 但他就突然死了 我認識一個基督徒 有一天很偶然的機會 這個基督徒告訴我 他認識李小龍 他從小的時候 曾經跟李小龍玩這個功夫 有一天他見到李小龍 李小龍說我們玩幾下好不好 然後李小龍一腳踢過去 他就馬上飛很遠 當然不能打了 但他對李小龍說 你會不會信耶穌啊 李小龍的回答說 你知道我 我不需要耶穌 我怎麼需要耶穌 你看我這麼厲害 就是這麼驕傲 他最後拍的電影是什麼 沒有 做完這個遊戲 這個電影就死了 就是神要讓他知道 你說你很厲害 我就讓你看到你有多厲害 這個鐵達尼號 打船 你聽過嗎 他們說 就是神也不能乘這個船 神就讓他看到 誰能夠乘這個船 第一次就馬上成了 所以我們知道 人算什麼 我們算什麼 但我們依靠神 親近神 你的地位就會很高 但不要驕傲 是神抬高我們 不是我們有什麼特別 我所有說的 有些印證 有些人見到神說的話 聽到神的話 我都說神啊我不配 我謙秘在你面前 但我感謝你的印證 我要繼續跟從你 祝福人 服侍你 神就會永遠紀念 我希望你們都是這個看法 我沒有用的 是神 我們都是建造在這個 耶穌的根基 你會不會建造房子的時候 一邊建造一邊拆尾 有沒有建造房屋 有沒有建過人建造房屋 一天建造第二天拆尾 有沒有呢 沒有 如果我們依靠又驕傲 一邊建造一邊拆尾 白照白做 你要白做嗎 有很多人依靠 很有動力 但他們要比其論更強 他們很多都會被拆尾 是不是很浪費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處理生命 如果我們一邊依奉 但一邊很多怒氣 被人影響 常常不開心 就憎恨人 不喜歡人 也去自己拆尾 我們想 我們所做的 都永遠存留 就每樣事情都處理 今天所講的是 處理 被人的影響 不需要被人影響 因為他們所說負面話 不需要放在心上 神就給我這個很簡單的方法 如果有一個風子這裡說 耍掛 你會不會很認真啊 不會 不會 你說 他有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他說 你是不是有反駁啊 不需要 所以 我們不會放在心上 但不需要憎恨他 我們可以為他祷告 要不然我連續他 罵我們的人 都是受過很多人罵的 你認同這句話嗎 常常罵人的人 他是曾經被人罵過很多次 你覺得是不是啊 通常被人傷害很多次 他們就會常常傷害人 所以他將他的怒氣發出來 將他裡面的仇恨發出來 有機會就發出來 我知道來自他的問題 我就連續他 這個是饒恕的鑰匙 他罵我 因為他裡面很多怒氣 我就體恤他 他被人罵很多 所以我體恤他 我就饒恕他 我就祝福他 我就說不要緊 他罵我 不要緊 我們懂得怎樣 不理會人罵 諷子罵我們 你能夠用同樣的方法說 因為人是罪人 所以他會傷害我 所以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是不是同樣的道理啊 但為什麼不能做到呢 不服氣 他是我的老公老婆 他罵我 老公也有罪心情 但我不是說你憎恨他 而是說他有他的罪心情 沒有問題 但我接受他有這個問題 我不會被他影響 我平穩安靜 不發怒 但我就是求神給我聰明智慧去處理 很多時候我們被旁邊的人影響很大 有沒有啊 旁邊的人影響我們可能最大的 就是說我不被他影響 但我能夠祝福他 這個就是折射 我用太極傳 當人打你的手 四兩過千斤 他打過來 你是不是要 我要擋住你的拳頭 是不是啊 還是 四兩過千斤 用很小的力量 像他過腳 是不是 他說很重的話 很多人是這樣的 他說很重的話 哇 很痛苦啊 很慘 很多人就是這樣 然後神啊 就你依止我 慢慢又站起來 又要別人罵 又很慘啊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很容易就跌倒 很容易就沒有力量 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起來 起來之後不要被人罵 但如果你說 他罵我是他的最心情來的 是不是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 但很多人很難做到這一點 就是因為不服氣 不分辨 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是這個原因 神讓我學到 我就 覺得很容易 人的負面和傷害性的話 都是魔鬼使用的火箭 用信心的藤牌 可以擋住 神愛我 神看重我 他的話沒有權柄 我不需要被傷害 這樣的話 就得勝了 是不是 我用不同的例子 有一次 有一個人 他是不接受聖靈的 他找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我是認識的 但有一次 這個人 他做很多步道工作 但他是傳統 他是 不接受聖靈工作 但因為受這個牧師影響 也有些接受 這個牧師請我為他 按照祷告祝福 他也有一些安慰 但他還是不太接受 有一些 他說他在某一個地方 認識一個牧師 我說 我跟你去好不好 我就對這個 我就說 希望有機會 我可以去這個教堂 服侍 然後我去到這個教堂 見到這個牧師 這個牧師 想了解我做什麼 我就說我的事奉是 復信人的靈命 試念人 死伏是人 然後回來 這個人 就對我說 請這個牧師來一起 對我說 你以為自己很厲害嗎 他有大的教堂 你現在去復信他的教會 你比他更好嗎 他就這樣 對我說 我聽了馬上就分辨 因為他不服氣 他不喜歡 他在發露 我跟他辯駁也沒有用 我就容許他說 他說完之後 我也沒有辯論 我就說 祝福你 他離開 然後這個牧師就對我說 那牧師 你真的很厲害 他說這些負面話 你完全沒有被他影響 你就是聽他說話 平穩安靜 不被他影響 這是因為我知道 他說的話沒有前提 他說的話不去真理 我是不是要被他影響 但很多人說 你在這個牧師面前罵我 你做這麼大的措施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 其實我們就是去分辨 分辨人的負面話 知道這個是不好的 與別人的負面話 劃進階限 我想問你 你跟埃及病會不會劃進階限 埃及病 會不會啊 會 有人有埃及病 你會不會與他上床啊 不會 其實任何人 不是你的朋友 都不應該與他上床 這個是 我有一次在 不是在香港 另外一個地方 有一個女人 整個身體都生滿這些痘 我覺得她是有埃及病的 她來 妳要不要上床啊 我說不要 我要畫進階限 負面話要不要畫進階限 要不要 要不要接受啊 完全不需要理會 但我可以用幽默的方法 或者是有智慧的方法 不應 她說 你很蠢啊 謝謝你 我會盡量去努力啦 你幫助我好不好 怎樣 不會太蠢啊 不需要放在心上 用我的方法 不應他 但同時祝福他 這個是很重要的 人的負面話 留在空氣有多長的時間 其實沒有幾秒 就是一秒鐘都沒有 就消失了 但留在我們心中 有多長的時間呢 有些人是醫生人都想的 但其實這些話已經 老早已經消失了是不是 她罵你沒有用 醫生人都說她罵我沒有用 我要報復 但整個生命就破壞了是不是 魔鬼就是用這些人的話 破壞我們 所以你說 就照顧我們整個處理 可以幾秒鐘說沒有問題 但可能心中有不舒服 但你就照顧神 耶穌愛我 哈利路耶耶穌愛我 我就可以釋放 可以就輕鬆放手 好了 利路這裡所說的 就是大腦可以塑造 這是說什麼呢 我們的腦子裡面 有很多線路 很多線路 很多線路 連接起來 如果人罵你 你總是發路 可能一條線路 線路 好像這樣 當你重複做這個事情 很多次 就會以後都是這樣 以後都是發路 但你會改變 你開始改變說 我現在留意到 我就留意 我就不 會被它影響 你就說 我開始 你就有一條新的路 當它罵我 馬上我分辨 我加一個木架 我分辨 他說的話 有沒有權力 是不是從神來的 是不是真理 我是不是要放在心上 如果 我們加上這一步 要處理 慢慢就會 當有人罵我們 馬上就會想一想 才處理 不會馬上發路 我想問你 你現在的線路 是不是常常都去 就發路 不開心很長的時間 直到有一天敬拜 你就放鬆呢 還是你會刻意的處理 你有沒有這個線路 很多人都沒有的 我希望你開始 就慢慢的 其實很多路 在我們的頭腦裡面 有很多的路線 很多人是這樣的 煩惱就哭啊 想死啊 不開心啊 沒有用啊 神的對我不好啊 都會有這些線路 但如果你開始改變 你遇到這些負面的話 有破壞性 你改變 你整個生命就提升 我真的提升自己 任何人的話 當我離開這個傳統帳位的時候 因為他們逼迫我 但我心中曾經有這個意念 他們這樣逼迫我 有一天在神面前 他們要面對神 但神要我思想 就說 連續他們 為他們打告 祝福他們 起初我想到 他們要見到神的時候 他們要面對神的憤怒 但後來我會說 神呢 求你憐憐他 按照他的方法 求你幫助他 愛主 尊重神 有一天有好的 神會說 你是有良善 有重心的福利 我就改變 我是刻意 我很多次這樣做 刻意這樣做 真的做得到 其實我經歷聖靈之後 神用了十年的時間 幫助我這樣刻意的處理 現在我分享告訴你 讓你能夠一下子 聽到我十年的經驗 但我們有些人是這樣的 正面的 全都是讚美啊 愛慕神啊 喜笑啊 正面思想 但有些人是煩惱啊 不開心啊 這些線路就成為他們的方法 我想問你 你的裡面哪一樣比較多了 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你通常需要多長的時間 要處理的 有很多人 這是 有些人經歷聖靈 未必代表他們走這條路的 聖靈充滿是靈的經驗 我們需要思想 生活 跟從神的方式 但很多人 有些人繼續經歷聖靈 我也說這一點 有些人傳道 也會可能是很容易被人影響的 這個就看每一個人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都會選擇 當我們不開心被人影響 影響什麼呢? 我們整個免疫系統 消化系統 心血管 皮膚 呼吸 荷爾蒙 排泄 肌肉 神經 腦部 全都影響 整個人都影響 你沒有發覺不開心的人 他們很容易頭痛啊 腰骨痛啊 他們的面貌都很酷乾啊 但神給我六十六歲 還是這樣健康 這是因為我選擇不被人影響 所以我希望你們都能夠 能夠常常在平安喜樂的裡面 我們被人影響也會進入我們的潛意識 每一次被人罵 看你怎樣看 怎樣處理 如果他罵你 然後你就發怒 就會進入我們的潛意識 裡面就有很多路徑 有沒有發覺有些人 你稍微說一句話 他不喜歡 馬上就發怒很長的時間 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有很多很多 或者是煩惱 因為他的潛意識充滿怒氣 充滿煩惱 這是每一次被傷害 在裡面藏在心裡面 但如果你的裡面充滿平安喜樂 你做夢也會是平安的夢 你現在做的夢是平安的 還是懼怕啊 憤怒啊 沒有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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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是一個表現 但平日的不應 怎樣不應呢 人對你說話 你馬上的反應 你為什麼這樣說話 你有什麼目的啊 馬上這個反應 顯出他的潛意識不開心 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意義 周圍的人 他們的潛意識是怎麼樣 很多都有負面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也處理 這個潛意識怎麼一致呢 每一天讚美神 每一天清真神 就會被一致 好 我們現在 我們要看這個 《得勝五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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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勝5》 底一 《得勝5》 那不用思想这个,就凡神,为什么呢? 我应该怎样做呢?写上来,然后继续重温思想,怎样跟从圣经 然后亲近神,然后持世的选择,我选择不被他影响 我用这个例子,我曾经在医院做悦目,这个悦目的时候 这个意愿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而且这是非基督徒,不喜欢基督徒的 而且他们记得我是牧师,有些人对我的态度不太好 其中有一个基督徒,我每一次照顾他的手,我都称呼每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每一次我照顾他,他都是这样,早安,早,很快 我心里开始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够平常的说早安?为什么不能呢? 我的心就觉得不舒服,我知道需要处理 我每一次见到他在远处,我就处理说 一刹子他会这样回应,不要放在心上,不要紧,不要紧 我知道他可以影响我,然后我走过去,称呼他的名字,然后早安 然后他也睡觉,早安 然后他就做他的工作,然后我就转过来,我就说神爱我,不要紧 神祝福我,哈利路亚,耶稣非常好 我去留意他,我被他影响,我去刻意地处理 我知道我被他影响,我就有破坏性,我就会被他令我不开心 这个破坏性可以很大的,我可以整天在医院里面都不开心 然后圣经处理,圣经说不要被,不要因为人而心怀不平 我去犯罪,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同时我祝福他,然后亲近神祷告,然后选择顺服 何不可以放在记忆里 第一,留意,以破坏性,圣经主义,亲近神,选择顺服 或者是选择顺服,这是选择顺服 我想大家想一想,在你的情况,你能够应用吗? 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不能应用?不服气 为什么我的老公老婆是这样?不可能接受 就是不服气,我要起码要他看到我去发怒 让他不开心 就是我们里面不有这些思想 其实我们不有很多这些思想 我想问你,这些思想来自哪里呢? 来自自己的罪性情 也是以前的伤害,我们的自卑感 但如果我们深深的相信,我是很宝贵,我是很重要 我选择不被影响 我想说,你今天听了这个教导 听了这个教导 你可以明白 但实行出来 就在乎你是不是刻意的处理 有人开车,你知道车有两种 一种是自动 自动大 自动大 很简单,你开了这个车 因为你不踏在这个架 这个车 你放开你的脚 就会集中走的 但这个 这个叫什么? 手工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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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自動擋是什麼 自動擋 發怒 傷害 低沉 是不是 如果又刻意處理 是不是好像這個 叫什麼 手動擋 需要刻意 我理會到 我需要處理 然後才能夠處理 是不是 而且我們要平復我們裡面的不開心 而且這個不開心 不當是壓制 而是說不要緊 他說的話沒有權力 他受傷害 或者是我令他不開心 所以他會這樣說話 我就不放在心上 不被他影響 然後祝福他 是不是需要刻意去做 我們的自然反應 包括我在內 如果我不處理 人做得不好 我的自然反應 為什麼你不做好 就不開心 是不是 但我就刻意處理 不要緊 不會死掉的 沒有大問題的 就是有什麼不好的也沒有什麼大的後果 我就是這樣處理 就不放在心上 以後你怎樣處理 在護你自己 希望這個教導 停留在你的心裡面 我想告訴你 這個是神給我的教導 非常好 這是我生命充滿著神 有無刻意的處理 但很多人聽過 他們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 他們很多人就有處理 他們罵我 我呼出聲 但我裡面有露氣 我憎恨他 很難處理 放在心上 是不是啊 不許說憎恨沒有用 馬上釋放自己 是不是 這次是神兵 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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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